在外國就肯定要告你的嘛 他們一輩子做共產黨就是為了他們的報酬 就是留在外國那裡 希望那些後代又有錢 在外國又可以讀好書 又可以在外國可以生存 就不用當共產黨 他們覺得共產黨是中黑手黨 等於我參加黑手黨 我都不想我的兒子做黑手黨 就希望他們可以離開 這個心理是和一模一樣 就是參加黑手黨 個個都不想兒子做這行 你明白嗎 因為他們知道這行就是很邪惡的 有殺人什麼都要做的 但是希望那些弟弟 財產可以在外面安全 這個是我們中國人的 就是很正常的心理 所以很嚴重 很嚴重 裡面的壓力 阿習的壓力大得不得了 阿習呢 就撐 他都在那邊擱緊 就是他想給全世界看到 他有能力 跟美國可以搞定 可以在香港問題上 可以咬手掛 你明白嗎 所以現在你們就在經歷這件事 他要表示 等於在朝鮮戰爭 毛澤東說 我不怕你聯合國 我是要跟你打 一模一樣 沒有說一說 有血材特別謙慈 布